整天灰头土脸的 一下装成这个样 还有点不适应 哎呦这今天穿了一身最好的衣服 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坐在这呢 是因为这个B站呢 在今年的五一期间 有一个纪录片开放周 叫七日谈 让大家免费的看一些优质的纪录片 其中有一块是跟猛虫有关系的 所以让我们这个团队就几个话题 大家交流一下 也等于是给我们的粉丝们 做一个互相的拨通和了解 B站呢特别的 把一些优秀的纪录片 放在站上让大家欣赏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那其中关于猫呢 有一个加油恶猫 B站播放的纪录片 跟某种相当 加油恶猫对吧 那个人呢 他就是走到每个人的家庭里去 那么把这个猫和人相处过程中 产生的问题 尤其是不和谐 他通过他的专业知识 进行一个纠篇解答 解决这些问题 这对于我们俩说就是猫德教育 就是猫德教育 就等于咱的猫德教育 实际上那么大家也想知道 也想让兔爸带着大家 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绑架和救助的过程中 那有关于猫德教育这一块 我们印象最深的有哪些问题 就是猫德学院是怎么做的猫德教育 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个反面案例 就是我们的三号楼 三号楼 就是猫德教育的失败 反猫德联盟同步 三号楼这个形象 哦 三号楼 三号楼 你看看 这三号楼 这是猫德教育的失败 为什么他失败了呢 是因为他最终没有猫德教育成功 这个驯化的过程中 他一直对于人是一种排斥的状态 非常排斥 据说在楼上已经饿了七八千了 就是我们爸刚弄下来的时候 很瘦很瘦的 从尖嘴猴腮吃到了 八三了 养了三四个月吧 当时救下来的时候也就 四到六个月之间 其实如果按照当时的这个情况的话 是能够领养出去的 但是他对于人比较排斥 但是你看其实他这样每天生活在这种恐惧中 对猫来说也很煎熬 也很煎熬 高压力高银感 然后我们决定 那实在不行就把三号楼犯规吧 所以说三号楼应该是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 猫德学院第一支犯规的猫 过了几天之后 上班达路上我们也看到三号楼 当时阳光正好 他就趴在一个草丛的一个小窝里面 晒太阳 非常地 很惬意 非常地惬意 我当时就意识到 原来他在外面不和人类一起生存 他可能会过得更好 他的那个状态 很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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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放过几只猫 就是性格不好的 无德小白猫 无德小白猫 对 那这样的人也是 这样的人之后非常地恐惧 害怕 但是一放归之后 他到了他的熟悉的环境里面 他立马就变得舒展 变得他的筋 所以说 对待不同的 也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当然了 这是我们猫的教育失败的案 当然我们成功的案例是更多 成功的案例是更多 我们首先要对救出的猫 这些猫的教育 但是确实要得一猫而已 有些猫 他就是在他最好的那个阶段 就没有接触过 或者没法再接触 他和人类社会相处的案例 那你可能就按照一定国际惯例 放归 他在那个自然环境中 对他来说 反而比在人类家庭中 是感觉更安全更幸福 这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抓猫的时候 叫抓幼猫 幼猫在一个月 到三四个月之间 就这段时间 他容易做社会化训练 他容易对人产生那种限量 年龄越小 要好教育 就是有什么妈就什么孩子 如果这个母猫他性格不好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基本上性格也会觉得不好 他可能会说 那个人是犯人 对对对 但是他小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给他掰过来 对 如果说我们抓了他之后 发现这个母猫的性格不好的话 我们跟他搁离开 然后呢 多和小猫去互动 这个人就会觉得 他发现人还不错 所以不要让他妈妈恶劣的情绪 再继续影响孩子 对对对 对对对 表达两个关键 第一我们救助幼猫 他有更多的机会 改变自己的行为 和人类的目的好相处 第二是如果他的家长是个恶猫 那么尽量长得和决派 没上去我不在的时候 抓的那一车 我看下边还有一下 摆了五六个行的下 那十二天 十二天 十三天车 那天回来之后 你们俩又去救了一个 又慌了一次 因为我们时间很矛 尽量的把救助的时间 放在排在一起 一天 然后能多去救 对对对 剩下的时间来忙工作 时间关系 我们的生活也很重要 是吧 我们要成为一个正向的情况 其实咱们人呢 就是靠语言交流 猫呢 它是靠有些肢体行为啊 或者信息这种速度 能传递那种交流 他没有办法 就是他会表达 但他的表达方式 不是我们认为的 他告诉你 我要做什么 他是猫的语言 是吧 平时我们这边 这个照顾猫呢 和小杨老师 小杨老师可以多聊一聊 对 那就得说三号楼了 三号楼他把那个耳朵背起来 他其实不是 但是他就想要打你 他是害怕 是因为害怕 我们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 一开始我们经验也不足 那我们还想去试着跟他交流 他其实已经在发出信号 你不要来惹我 那我们可能去尝试他才会有功 就比如说打打我们的马桶刷呀 什么之类的这种行为 那还有就是 家里边自己养着猫 撸着撸着 他尾巴突然开始突然晃 晃晃着晃着 他回头可能就轻轻的咬你一下 他其实也是在表达他不耐烦了 他尾巴一般晃起来啊 没什么好事 然后之前我还看到有一个领养人 小猫趴在那个沙发缝里嘛 他为了跟小猫表达友好交流 他就趴在地上 放低姿态 对你看 是不是大家觉得 哎我人是放低姿态 然后让小猫觉得我没有威胁 但可能那个动作 你瞪着眼盯着他 你冲他笑露出了你的疗牙 伸出了你的爪子 然后你的身体伏低 然后小猫就可能会觉得 我好害怕呀 他是不是要吃了我 就有这种情绪 所以现在小猫来了 我们第一反应是尊重他 然后给他准备好我们的那个毛巾 或者是小门帘在他那个笼位上 然后等他来主动给我们释放一些有好的信号 比如说喵喵叫 或者是他勾着楼门口 然后过来跟你互动 那我们等这些时候 再跟他去互动的时候 会发现这些猫会更容易接受我们 治愈啊 到回访的过程中就碰到过 好多的领养人 他们有一些是 就是单身一个人在外地 工作打拼 年轻人 你看每天回到家 回到这个出租房里 是吧 面对这种空牢牢的房间 中国领养人是一个医生 他呢 可能是每天上一夜班 或者有夜班 然后回到家一个人 就觉得想领养一只 嗯 因为早就刷到咱了 但是他的条件 以前是合作猛烧 他说条件不允许 嗯 然后后来他买了房以后 就找到咱领养一只 嗯 他其实也算是一个陪伴吧 对就是一个陪伴 他说就是 就是像家人一样 每天下班 有人在家等着他的感觉 对对对 我们现在领养的话 会更加的成熟了一些 嗯 首先保证领养师的毛 他是健康的 对对对对 他的性格是适合领养的 对对对 然后在此基础上 然后我们再去筛选领养人 嗯 然后其实我们一年也就是 就隔两三百只 或者三四百只 嗯 今年我们比较可能是 领养师就三百只 嗯 去年领养师就了两百五十一只 就住了三百只 三百只左右吧 嗯 其实靠我们这几个人的力量 也三百只 是寥寥无几 是的 对整个流浪猫群体来说 可以忽略 对对对 更多的还是通用我们的这种 影响力啊 然后带动更多的人 来去关注这些流浪动物的群体 对 当然我们也在后台 收到了很多人的这个 回复啊 是吧 我看到几个视频 然后我也尝试 对对对 收到很多这种 我们家的小朋友就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曲名也受冒的 学员的影响 曲名叫什么拽一个腿啊 还有很多小朋友说 这个叔叔 我很喜欢你们的视频 长大之后我也要做一个 像你们这样有爱心的人 是的 嗯 我们做视频的意义有可能 不在于我们救了这二三百只 对对对 而在于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 有可能会因为一个视频 会改变了整个人的一个人生的 一个轨迹 他的轨迹并不是说让他做这件事情 而是说让他做一个有爱的人 对 他的内心会变得在医生中会变得更加柔软一点 当然了 只靠我们是抓不完的 对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去用领养代费购买的方式 我们一起努力监造流浪动物的树林 没错 是的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是命运的安排并不是开玩笑吧 因为这个东西它一步步的 也不是说你提前设计好啊 要这样做 不是这样搞 最早养兔兔了 兔了兔兔之后 兔兔生小猫 当时就想用视频的方式去记录一下 但是有一次 晚上下班回来清晚 十一点多 看到有一个大猫 然后两个小猫在鲨鱼堆里面刨吃的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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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觉得这个太粗了 对对就是太残了感觉 觉得自己家的猫在家里面过得还是有遮风导雨的地方 房间有点大 然后我就回到家把兔兔的粮食拿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随手用手机就记录了一下 我来喂我的流浪猫 就是那个系列吧 随手记录了一下 但是呢后来去做绑架这个活也不是自己就刻意要去做 就是正好又上了 还要上班 你肯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嘛 那去顶封我可以提供粮食 让别人去帮忙去喂 所以说和那一块的像保洁的阿姨啊 停车场大叔啊 什么保安啊 混熟了 混熟了 对对对 我就记得很清楚 就那年就二十八九块吧应该是 这个保安 对保安大叔给我打电话说 我另外一个哥们儿 这个是小区的这个这个做物业的 那发现了一波小猫 你看能不能帮我忙呀 我当时也没有领养经验 我自己看过去看了看也不敢抓呀 抓到这个砸手里怎么办呀 也五一放假了 也闲着没事 抓吧 边犹豫边纠结 然后就出手抓了一只 还没走出小区呢 被小区 被小区的那个 那个超市的 超市的大姐给领养了 领养了 这可以 既然有人领养那就行 那就解决我的后顾只有 让他开抓 对 然后再后来的时候 从这个事 就很多人开始找我 找我说 我们这有一个流浪帽 你们能帮忙抓一下 然后帮他们去找领养 对对 当时我们就和流浪上那几个人 就咔哈就开始干了 到今天就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养成系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是自己的猫 后来是喂流浪猫 觉得喂流浪猫 单纯喂我们还得救 然后就开始救 刚去 然后后来觉得是单纯救小猫 好像也不行 因为有好多 就刚刚说危急的情况 然后就变成了 也救一些危急救援的情况 然后就搞得 可以看我们的后备箱 最开始用的是捕鼠龙抓的 就是捕鼠龙 对对对对 现在设备越来越丰富 现在光大了 我们的几个 三个了是吧 我们现在有了一辆车 行了别吹牛了 我们现在有一辆车 一辆车 别吹牛了 弹幕里面一定是 抓不到 就这样还抓不到石子猫 是吧 优势在 优势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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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绝对干得好 今年绝对干得好 绝对 画放在这 优势在 干不了的话 一百个火车 今年必须找他 谁一百个火车 谁放一块谁 谁管 你要去养一个动物 最重要的 不在于你的物质条件 我们去做领养审核的时候 物质条件并不是最主要的 对 而是他那个人 他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动物 这个猫也好 狗也好 是吧 那第二个 既然养了 你一定要负责任 你要 无论他的生好病死 是吧 而且短短的 这十几年的这种 这种 这种 他的一生 你都要去负责 这两点呢 要比 例如说你有一个几百平的大房子 可以提供他 给他生活 要更加重要 当然 在具备了以上条件的情况下 你有很好的物质基础 那更好了 那就更好了是吧 那就紧上千块了是吧 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如果具备了前两点 那也其实也具备了养一个宠物的这样的一个 疾病条件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那从物质条件 物质方面了是吧 不保证猫猫的正常的生活所需 就比如说 还有他疫苗驱虫 要定时的绝育 还有就是提前愿意做做功课 他愿意花时间或者花金钱去 比如换金刚网的纱疮风疮 然后他愿意接受猫猫抓沙发 或者是就是 这些他的动物天性的本能 就是这一些我觉得是 但是他其实也都包含在那个物质 这应该是第三位的 第三位的 这就是要提问 你要首先要保证自己生活 你要自己生活的 要没问题吧 你自己有温饱线 不影响自己生活 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然后呢 在自己的生活 有足够的保障的情况下 有余力的情况下 再去养一只动物 然后呢 在尽自己可能的情况下 再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条件 但是也要有一个最基本的 对 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要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对 不影响自己的生活 我人的安全应该换在第一位 抓和脑也就是伤一下 对 它不涉及到生命的这种 那我们很多情况下 有可能会对于这种生命的威胁 那个差点被砸死 对 我去年大约就是四月份 在一个小区里面就住的时候 旁边那个楼在装修 上面掉下了个石块 距离我挣钱和一米 我只要往前多走一米 就正好砸到我脑袋 这个就还是很危险的 对 还有很多就住的这个环境 它是30多层 高空 对 虽然我们也有买了这些高空的这种装备 包括绳索 我觉得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 尽量的 还是以人的安全为主 尽量的不把人置身于这种危险之中 然后用一种尽可能的安全的方式 能把它接上来 就最好的 对 猫对我来说 现在就我家里一样的猫 对我来说 意味着是我的孩子 其实我对他们的态度 和对我孩子的态度是一样 基本是一样的 那猫对您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我这段能不能播 我昨天晚上看到 我写的是 就是大家讨论 这就录了 就是我在有一段时间 是我人生很低谷的时候 然后那段时间我想的是 好像我离开这个世界 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父母也有他自己 比如说养老保险 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就当时想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抬头看了一眼 我家养了两只猫 然后我觉得好像 他们两个离开我活不了 然后我就好像 就是找到了 有存在的意义 对我存在的意义 活下去的意义 就是就是 而且我听过就是 你被需要 对但是后来我想了想 尤其是我在做了这么些 就是那个做了一些 帮助小猫的事情以后 我再回头看 其实他们没有我 可能只是不会活得那么好 但是在当下的那个我 可能没有他 我可能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是 好好地生活下去 就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播 就是我我我 但是我昨天想到了 我就是想的就是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就是他可能给了我一些 生活的勇气 或者是活下去的力量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可能 就是我也听过有一些粉丝 给我表达过类似的这个感情 可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猫会治愈人 就是这个话题会这么大的一个 或者讨论多那么大的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相互治愈相互陪伴的过程 就是每个人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他说就是一个陪伴 有些人是家人 有些人是孩子 有些人是宠物 是吧 他无论是哪一种意义 他对于我站到生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他都应该值得去去呵护是吧 对 然后一起去陪伴 他陪伴的过程 他可能是互相的陪伴 我们对于生命要有一些慈悲的心 你也推荐一个 我在故宫修文物 动物医院 家有恶猫 像蜜蜂之地 还有爸爸的木匠小猫 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 但是还有书籍已经出到二 那个特别治愈 我睡前会放在我的那个床头 然后就睡觉听着他 他的声音也很好 他推荐的输入 还有他会有不同的专题 就是比如说编辑专题 什么 那个 什么 译者专题 什么之类 行 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 这种方式 给大家聊聊天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以后我们就 进去搜集一下 大家的留言 我们做一个解答 想提问呢 可以在咱评论区留言 对对对 我们可以在以后 多尝试这种方式 我们准备准备 准备的更充分一点 给大家来解答这些问题 更自然一些 更自然 尴尬 第一次搞 还行 大家好好的去看纪录片 好好的做一个 五一的节日 我还有个认识 我的口播一下 关世界后世纪观 哔哔哔哔哔哔哔 纪录片开放周 3000家纪录片免费看 云视听小电视 同步限免中 大屏看更清晰 这个五一 是时候来看纪录片了 一起关注动物生存环境 希望今天你也能被可爱的动物治愈